很多人不喜歡吃秋葵 但是秋葵有豐富的維他命C、K和抗氧化劑 它對身體有不大好處 包括有助控制血糖、有助降低膽固醇 有助控制高血脂、有助改善消化和減少疲勞 但是從中醫角度來說 秋葵屬於含量食物、胃部吸收和消化力不好的人 孕婦、患有慢性腎病的患者都不建議吃用秋葵 秋葵可以用於煮湯和小炒 它含有豐富的果膠粘液 加熱之後會變成膠狀並釋出 攀飲時而用高溫 快煮兩分鐘左右或以快炒的方式處理